第904节,1980年2月27日,星期三,晚上8点54分 行动在时间架构内的出现,实际上是与你们世界之开始有关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以最基本的说法,伊甸园的故事讲的是人突然觉悟到现在他必须在时间之内行动了 他的经验必须被神经性的结构,这立刻带来在一个行动与另一个之间选择的重要性 而使得做决定这件事变得极为重要了 这时间架构在地球经验内也许是最重要的,并且是最影响到所用生物的那一个 在时间之外的经验或存在里,没有做某种判断的必要 在一个时间之外的状态里,理论上说,数不尽的指定能同时被跟随 可是,地球的时间架构给经验带来一个非常清晰的新焦点 而在时间的压力下,再次的,某些活动相对的会比另一些更必要 相对的,比另一些更令人喜欢或不喜欢 在一个更多林林总总的可能行动之中,人突然面对了做选择的需要 而那是在那范围内他以前没做过的 以你们的时间而言,早期人类仍有一个神经上较大的余裕 有替代的神经途径 那实际地说,在那时比现在要更可能 那些途径现在仍旧存在 但它们却已变得像在神经活动的背景里幻影般的讯号 针停下来,双眼闭着,仿佛在搜寻适当的字眼 再次的,这很难解释 但自由意志在所有的意识单位里作用 不论其程度如何 但它在那程度的架构之内作用 人拥有自由意志 但那自由意志只在人的程度之内运作 那是说,它的自由意志多少为时空的架构所局限 它有自由意志去做它能做的任何决定 这意味着它的自由意志是受限的 有意义的,有焦点的 并且是被它的神经结构矿住的 具体地说,在时空里 它可以选择在某些方向移动 不过,那时间架构给了它的自由意志意义 即一个在其内运作的范围 我们现在谈的是你们所认为的有意识的决定 你只能做这么多有意识的决定 否则你会被淹没 而且陷入一种做决定的经常难局里 时间组织可以做的选择 那么先前提到的觉醒 发现人尤其先前的做梦情况醒了过来 突然面对行动的必要 在一个时空世界 一个选择变得不可避免的世界 一个它必须在其中从可能行动中选择的世界 并且从一个无穷的 形形色色可能行动中 选择它想具体实现的世界 这几乎会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 若物种 一只每个物种 没被赋予它自己的表达 与活动途径 而使得某些物种比较容易 以某些方式行动的话 而且每个物种有它自己整个的特性及癖好 那更进一步界定了它的影响范围 在其中它能够行使它做选择的能力 每个物种脱组成它的意识单位之幅 也都被赋予了其他每个物种情况的一个整体的内在画面 而进一步被基本冲动特殊化 使它被导向于选择最能满足它自己的发展潜力 同时也增进整个世界意识的整体利益 这并不会削弱自由意志 就如人的自由意志 并不会因为它必须由胎儿长成成人 而非反面就被削弱 在所有物种之间的差异 是由这种组织引起的 所以选择的区域被清晰地划出 而自由活动的区域也被清晰地界定 所以可能行动的整个完形 已然多少聚焦于物种的分化里 可是在可能活动的广大结构里 更多的分化仍是必要的 而这就透过转世存在的内在通道被提供出来 举例来说 每个人都生而有它独特的 个别一套特性与能力 喜好与厌恶 那可用来在一个世界里组织个别的行动 在那世界里有无数条可能的路都是开放的 而个人的冲动基本上是要引导每个个人 朝向最适合它的发展的表达途径 极可能活动 不然的话 以实际的说法 自由意志会几乎无法运作 个人将面对如此多的选择 而使任何决定几乎都不可能 如此一来 基本上个人就不会有朝向任何一个行动的特殊倾向了 等到伊甸园的故事被写成你们圣经故事的时候 整个画面已经被看作是善与恶的观念 这实际上是在人类发展上很久后才出现的 人类心灵的内在转世结构 在人肉体的存活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而 他们能梦见前生而记起 比如说 如何走路或说话 他们生而有如何思想的知识 生而有语言的癖好 他们被他们随后忘掉的记忆所导引 在时间架构里 每个个人的私人目的也出现在较大的历史舞台上 因此 每个人形成他自己的文明的角落 而在一个既定时期里 所有的个人都有私人及整体的目的 设定的挑战 以及他们会试图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可能行动 口售结束 你有问题吗 我的脑子仿佛一片空白 我试着思考了几分钟 然后摇摇头 那么我就祝你晚安 给你俩我最衷心的祝福 9点30分 珍说 在课前我知道赛斯将谈到一点圆 选择即转世 我感受到这一大团的资料 而再次的 我觉得它是令人震惊的 它又再一次的有所突破 当真看忠实 他说 天啊 那真短呢 课上了45分钟 我觉得我已经走开五个世纪之久 几乎可以去到月球了 我想我得了心理时差症 他说 一个很棒的形容 怪得很 有时当你回来时 你无法相信时间过得这么短 但你却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得到的资料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那资料很好 好